我們來看看 他說,這個泡物線 這等於0y兩個根是α和β α比β小 那麼說,這個泡物線跟一個所謂的面積 所謂的面積會等於這個 那我們來證明 這個所謂的面積 跟一個所謂的面積 A就等於多少呢 因為他跟你的手 有兩個焦點 這是α 這是β 所以面積是這一塊 這等於多少呢 α到β 然後這0 減掉歪 所以就要把它顛倒過來 就負的 x-α x-β dx 那這點多少呢 αβ 把它長開來 負x-α 加多少呢 α加β x-αβ dx dx 這個等於多少呢 第一項 第一項基分是 乎3分之1 這個是三次方 第二項基分是2分之1 α加β 這個是平衡 然後減掉 減掉多少呢 αβ 然後給它帶上下線 α跟β 好 帶進去以後 把它整理一下 3分之1 這β 三次方 減α 三次方 再加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這幾乎變成多少 二分之一 再乘以三分之一 α加β 然後多少呢 等於它帶上下線 β 三次方 沒有 搞錯 這個已經計出來了 所以這二分之一 α加β 帶進去的話是β平方 減α 減αβ β-α 那你給它什麼呢 整理 我現在這個可以抽出一個β-α 這裡可以抽出β-α 這三分之一 這β平方 加β-α 再加α平方 那這個呢 抽出β-α 剩下β-α 所以數多少 是 α加β-α 加β-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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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減到多少 減掉這個β-α 減α抽出來 減掉αβ-α 這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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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接下來就是β-α 然後裡面整理 整理的話我們看看 這個是β平方的部分 β平方的部分是2分之1-3分之1 所以這是6分之1 β平方 然後αβ的部分 這有-3分之1 這裡有什麼呢 正1 這有-1 所以這兩項消掉 所以剩下這項 這項就是減掉3分之1β-αβ-α 然後在α平方的部分 -3分之1 加2分之1 這是6分之1 這是α平方 好啊 所以後面這項多少 後面這項我抽出6分之1 就變成β平方 減2倍的αβ-α 加α平方 這可以完全平方 所以這樣很高 是6分之1 這個也是β-α的平方 所以這樣就30分了 β-α 加3分之1